九類主要是講到有關檔案跟異常處理 檔案指的是檔案的讀跟寫 怎麼樣去讀資料 怎麼樣去寫資料 那其實這個動作在拍攝裡面真的非常的簡單 比起以前其他的語言 我覺得好簡單喔 寫一行程式就全部讀進來了 OK而且還蠻直覺的 那寫也是一樣 也是一行兩行就搞定了 就跟那個剛剛那個pandas一樣 就一行兩行就搞定了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所謂異常處理 異常處理就是說如果 有發生錯誤 錯誤的時候像我們Type-A 但如果你不希望說層次有卡住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外面包一個 Try catch Try然後就是去 把那個錯誤訊息給catch到 然後他會 把那個訊息看你要做什麼訊息 錯誤訊息的處理 就有所謂的異常處理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錯誤訊息他就不會整個就當掉 整個就卡住了 而是會告訴你該怎麼處理 不過 在902跟904好像沒有異常處理部分 只有檔案處理部分 OK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第九類的第2題 他裡面就是做什麼 資料加總 那所謂的資料加總特別注意第1個 他這邊有提到就是說你的外部會有一個 叫做read.tst OK read.t意思就是說 你在考試的時候 他除了會提供給你一個 這個.py的檔案之外 也會提供給你一個 read這個檔 這個存文字檔 那這個裡面的話呢 會有這些資料 所以待會請各位 因為我們 畢竟 沒有考試的環境 所以呢 我們可以模擬一下 他怎麼模擬呢 第一個 請各位 現在這個 src 上方 按右鍵 我們就建立一個什麼 建一個file 建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其實read.tst 所以 待會請各位在src上方 再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找到這個一個file 就檔案 檔案部分 這個file就是用那個 題目要的那個檔案 我們變成手動鍵 file名稱的話就是給他 Read OK 電 tst OK 然後finish一下 Finish之後 這個檔就在這裡了 也就是在我們的 這個這個 這個module旁邊 然後第二個就是 請你怎麼樣 把這邊的相關數字 Ctrl C Ctrl V 一下 意思是說我手動建一個 將來考試會產生的檔案 將來考試你不用手動建 因為他會主動提供給你 也就是放在 那個 點py 檔案旁邊 你不用特別去做這個 這個動作因為我們是模擬 把它存檔一下 好 這個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裡面實際上就放什麼 放 11 控一格 22 控一格 一直到 77 那他是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這些數字 全部加總起來 的 加總數多少 OK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假如你不會用python 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Excel 假如Excel怎麼做 Excel的話 應該知道吧 第一個用什麼 用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呢 我們用分格符號 因為他中間是空白 所以你下一步 下一步的話用空 空格在這裡 有沒有他就切開來了 然後再下一步 然後幫我把他 Sprint到這邊 所以這個 目標儲存格 可能就是從 B2吧 把這個 幫我 切到 這個後面 按完成就好了 然後呢 最後把這些 怎麼樣 全部 就在加總起來 其實裡面這樣選起來 點兩下 他寬度就縮減了 然後再把他 做那個 加總 Sum一下 看好他選到前面 這樣就答案了 6 6 0 OK 那可是 一樣吧 我是覺得 用這樣比方會比較清楚 你就知道說我 將來如果同樣的動作 要 在什麼呢 在Python裡面該怎麼做 OK 其實理論上這個動作你也可以把用VBA寫出來 因為VBA裡面也有那個就是類似像那種 剛剛用到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資料裡面這個 剖析 那這個剖析的話 在那個Python裡面 它叫做Split Split就是切割 切割 那Split跟他講說我要用什麼 這個 間隔 哪個符號當成他切割的依據 那你跟他講他就幫你切了 OK 那我們來做一遍 Python怎麼做 一樣的動作 首先第1個我必須把檔案讀進來 所以第1個的話 我已經建了他 第2個的話 我先run一下 我先把這個 直接 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是最後的那個demo結果 這個 Split open 把它run一下 OK 答案應該是660 那怎麼做 我們逐一來看好了 首先第1個 總共程式 就7行 我們從來 7行 第1個的話 我們第1件事 當然在Excel 他不用有開檔的問題 因為他直接就在這裡 可是在Python裡面 會有開檔問題 就要把它開起來 在read裡面 所以第1個 我要開檔 那怎麼開檔 特別是 他有個習慣的寫法 F 我前面用F誤鍵 這個名稱自己訂 不見得叫F 等於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 一個function 它叫open 這個open的方法 open的這個方法 裡面的話 你只要告訴他 兩件事就好了 第1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檔案叫什麼名稱 的自創 所以他叫做read .tst 那他就知道說 你的檔案在哪裡 在這裡 OK 逗點 第二個呢 你是要做什麼檔案的存取 是寫入呢 還是讀取呢 還是增加 append 這邊因為我要讀 所以就r r的意思就是 我要read 就r模式 如果將來你要寫的話 就w 如果你要寫 w是複寫 就蓋過去 如果你現在寫是一直寫到裡面去 但是 他會一直接到下面的話 就append 就a模式 所以其實你們最重要 就記三個模式 r wa 就夠了 r wa 其他的話暫時還不需要 還有別的啦 不過我覺得你大概就先記這三個 對於你工作上就綽綽餘了 那他會怎麼做呢 他會把這個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幫你把它 讀 放到這個F物件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這個F物件裡面的東西結局出來的話 我前面有個S好了 S 的 那個 自傳變數等於什麼 F這個物件 這個就檔案物件 點 把這個 TST裡面的這一行 幫我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個S裡面 所以 F點 你就很直覺 讀一行 讀那一行 讀一行怎麼寫呢 叫Readerline 小瓜糊 這樣就可以了 Readerline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一行 讀到 S的這個變數裡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其實第一階段 讀進來看 print什麼print S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行有沒有被我們讀進來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讀取就成功了 三行 OK有沒有看到 讀進來了 OK好 所以其實以後呢 你要開檔的話 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讀到一個 檔案 用物件 然後用Readerline的方法 讀到S裡面去 就OK 但問題我現在還不對啊 因為我現在是 讀進來之後要怎麼 把它切割嘛 有沒有 切割之後呢 再把它做什麼 做計算 所以 讀進來了 但問題我要怎麼切割它 如果你要切割的話 有點像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味道 它 切割成 這邊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字串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清單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一個 一個list 所以喔 你就是 資料 割過來 放過來 這個動作呢 基本上 如果寫成程式的話 你就是寫成那個 前面先 先產生一個list 這個是為了做什麼呢 就是接我切割 的那個東西 後面加一個 S點什麼 切割喔 切割就是 Sprint Sprint就是切割的意思 OK我看 等一下就會出現 點的嗎 Sprint S 它沒有提示喔 Sprint Sprint就是切割啦 如果沒有提示 可能要記一下 然後刮符 然後刮符 就是跟資料剖析一樣的道理 資料剖析 後面 裡面的話 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按照 空白的部分 來幫我Sprint 空白有沒有 就是我們的分割符號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list先列印出來好了 也許我這邊的話 就是把這個list 1 幫我把它print出來 看看有沒有OK 這樣子 把它print 切割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裡面放什麼 基本上就是 放的就是我們 切割完的這個結果 而且是放在 這個 這個串列裡面 如果要加總怎麼做 那就一個一個把它提起出來 所以你可以for i in range 那個range的話 就是這個list的總長度 範圍 從0到最後一個 要做什麼呢 把它加在一起 但是問題它裡面是放什麼 放什麼形態呢 自串 所以記得要什麼 要轉型 對然後再加總 輸出就OK 答案就出來了 我們先講到這裡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雖然沒有幾行 但每一行都很關鍵 因為以後如果你要 做一些 網路爬蟲 或者檔案的存取 靠這幾行就錯就語了 真的不用學太多 畫面先往給各位試一下 OK 四行而已 不過這四行其實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 好像外部來的資料 大部分都會經過這樣的處理 流程 然後呢 可以再做處理完輸出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讀檔 所以也許 第一步請各位先在src上按右鍵 然後new一個 new一個file 那個file名稱就是read.tst 先在 你的那個根目底下 就是你的src下方 增加一個read.tst 這個檔案 那他的那個 裡面的數字 請各位就是 複製那個902的那個 題目裡面 給個那個 給的這些 資料 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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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